危险 有两种状况 气色上可以看到 第一个 面如枯稿 就是人这个枯萎了 没有头上没有油了 干干的砰起来了 我们这个脸上的油 跟头上的油就叫做气 引在皮肤下的颜色就叫做色 摸摸摸看鼻子 我们鼻子会出油 所以诸位带玉的时候 是常在鼻子上磨 那又多沾点油气 蒸气嘛 那怕不过鼻子没有油了 这一摸头发没有油了 咸眼 快死啦 快死了 好 第二个呢 这个这个人呢 面如潮红 整个脸上红色的 你说他老师他气色很好 我看他要死了 这个红呢 是没有亮的红 没有亮的红 就整个好像血色浮起来一样 没有亮的红 这种往往都是中毒的病人 中毒的 好 这几种就是危险 显眼 我们在像上面说 中中的寒毒 所以你在那边跟他打麻将 就你看到对面 自摸那个人呢 头发就砰起来了 快死了 怎么知道为什么 他的原因不见得是身体重病 可能明天就出车祸死掉 或者两个礼拜那就可以看到这个气色 那还有 有的时候呢 临床上看到人是蓝色 蓝色 蓝色其实就是青色啦 青色的 那我们以节气来说的话 事实的节气来说 这里我会提到一点 木火土金水 木是青色的 火是红色的 土是黄色的 金是白色的 水是黑色的 这个是春天 夏天 好长夏 秋天 冬天 在五行相生的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 水生木 如果我们看气色在相生的也 时节看到气色代表急 相克的时节代表凶 比如说在秋天 在打 你在秋天的时候在打高復球 看到有人 你脸上发青有没有 这人就很快就会买单了 春天的时候发青都无所谓 啊 以此类推下去